好的我们这边来看一下斗舞对阵机器的第四局下半场 这边的话机器这套这种其实拿的非常万金有 就是打红夫人是完全能打的 然后打其他的 比如说东旋掏雕刻什么的也能打 那么我刚刚在给大家讲的就是这套阵容 其实我觉得月亮和公园这样地图 如果东旋真的想要拼的话 掏个速散也未尝不可 因为有机械师作为一个突破点 上来如果说能找到机械师击倒挂上 整体上面来讲 他的一个机导不会特别慢 然后他甚至可以带个闪现 带打个闪现速散什么的 球稳一点把宝瓶先保住 然后通过速散控场能力来真胜 当然这个已经没选了就没说了 红夫人的话一定是一个不会错的选择 但是红夫人打这套这种想要真胜 我觉得就比较难了 到这套你 你得有多快的节奏才能去打一个真胜面 这套这种反而是球者如果说上来 对吧 机械师苟住了 你抓心理抓病患都没那么快的 我们看啊 第一个点 这边好像有机会能找到介石吗 介石这边已经拉走了 那找到草哥 草哥这边心理吗 怎么说呢 牵制是肯定牵制不动的 但是我血厚 我多吃一刀 我多吃一刀 抬镜子先吃一刀 这个位置 稳定一刀先打 我们看这边心理怎么来选择转点 板子下了往前走 他最好是拉开这个点 因为这颗点是机械师娃娃所在的点 机械师娃娃的点是不能被干扰的 娃娃的点一旦被干扰的话 整体上面来讲这个机械师的优势就要小很多 或者说就荡然无存了 这边的话你破板 我翻 再拉 但是红夫人这边镜子包 一个奔赴 刚刚没注意到 病患在这边 这个奔赴等于说废掉了红夫人一个镜子 这个奔赴 这个奔赴 妙 这对小情侣玩出花来了 大老师已经慢慢的看好穷者了 因为机械师的娃在外面已经开始修起来了 这边交闪 直接交闪了 闪现好了以后抬镜子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顶级玩家都是这么打的 这个击倒最快 这个击倒最快 我们已经看了无数遍了 你看看 就是前面一刀打完以后一个插刀 这边镜子一台立马倒 但是呢 因为这边心理学家倒的位置 并干扰不到密码机 所以整体上来讲 我觉得穷者还是有望去尝试盘一个私人开门战的 因为病患有博命 这边的拥兵有博命 外面两手博命 只要佣兵卡半不吃双岛就下来 我觉得就有机会尝试去打一个私人开门战了 就有机会了 这一段红夫人应该是想 大家注意到没有 这边佣兵巴师傅的一个走位非常的聪明啊 因为红夫人这边是可以卡门的 这卡门门一旦卡住了以后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哎这边要帮忙扛佣兵哎呀扛不到 扛不到的话呢心理学家这边 想牵制嘛 好像能拖一会儿 但是这是一个单谈博命的心理 单谈博命的心理再骗个镜子吧 这把刚才巴师傅这边的一个走位大家可以看 虽然说他吃了双刀但是没有办法 他如果说他选择从这个口子过来被东旋拦住了 那就是一个过半 过半一定是亏于双岛的 二挂病患还能来救 现在的话机子 佣兵的机子没人补 但是呢佣兵那要教自己去补他这边起点的机子 差也差不多 病患的话这边应该是来救一波人 机子的话应该是通过这波双岛打完以后不够的 应该是不够了 大老师已经看好这边的监管者了 已经看好监管者了 牵起来 那病患这边过来救人有博命拉开 他甚至要打气球刀吗 砸板子气球刀 放下 再来博弈博弈博弈 蹲 考虑怎么说很极限 哇塞 东旋 这个阵色 真的太极限了吧 那这样的话 东旋这边待会甚至可以切尸长啊 哎这边 牵起来再放 已经切好尸长了 哎这尸长都已经切好了 我那个老天爷 这个阵色 应该是翻盘多抓 看看有没有四抓的可能性啊 因为现在的话整体上面差了一台 这台机子虽然说被踹成百分之三十几 但是这台机子你修不了 所以说等于说外面要修台整机 机子不够了机子不够了 这边的话 而且佣兵是个教自己半选的状态 应该是大概率的一个四了 这个阵色应该是直接粉碎了机机 再打 没有过半 但是佣兵是教自己的 病患这边除非有神乎奇迹的牵制 骗掉一个镜子 然后开车走行不行 还是他的一个选择好吧 当时他过去把这佣兵牵过来 先用气球刀压了一波血线 先用气球刀压了一波血线 这个佣兵是教自己的 应该四抓了 没办法了 外面的机子是不可能修完的 外面的机子这边机械师要修 不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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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四抓了 因为佣兵已经教自己了嘛 那我觉得可以恭喜斗舞了 今天最后两把红夫人 东学玩骰子了 摇了个三 骰子跟你说这把是三抓 东学说不不不不 我是四抓 我是四抓 三抓还有下一场的 镜子反转 通过镜子来找人 看看你有没有从外面绕过来 但是其实刚才这边密码机是 已经动过了的 所以说 亮了的 所以说他这边 应该是可以判断出来大致的一个方位 但东学这边好像球稳 还开一波车 玩起来了 玩起来了 这也是很无奈呀 这个机械是没办法呀 我们看到可可这边即便是已经知道这个局 大概率是没有机会了 但是 电子竞技不到最后不能放弃 找到了 找到的话就可以恭喜斗舞了 确实那波牵过来的一个选择 就是一个神来之笔 就是一个神来之笔 因为这波他牵过来以后拦住了病患 让病患第一时间没有办法贴身 没有办法贴身 哎呦 砸头 砸头能不能把佣兵摸起来 但摸起来又有什么用呢 这佣兵是一个 没有户币 先抬你机械 然后转个镜 这里有个车 机械师还能教自己 先躲你这个镜子 那我们还能够再多看个几分钟 机械师还能教自己 教完自己还有针 佣兵这边要把佣兵 佣兵得流血流死 才有可能跳地窖 流血流死才有可能跳地窖 抬进 压住了压住的话 机械师这边教自己 过板反走用镜子 镜子不怕砸板 但是没有能打到 佣兵进前面 前面只有一块单板吧 这块单板的话压住 现在机械师 关键机械师他现在修台机子 是不太可能修得掉的 他只能摸针 把自己扎满 来看看情况 这边应该是过河台镜 然后反走 他这个台镜再反拉 过来把这个娃给打了 打完以后转镜子 找机械师 很细很细 这是我刚刚还在想 他为什么往后拉 往后拉 这镜子不是离得有点远吗 原来是过去顺便打个完 再翻 让我们看看期待一下 这把的奇迹的可能性 就是跑一个的可能性 应该低于1% 我觉得在0.1% 只有0.1% 耳鸣已经出发了 看到人在出刀吧 那也可以 摸了个护臂 先过来到脸上护臂谈 镜子还有 这镜子还有 不过这镜子好像 可以漂亮 转镜 转转的很漂亮 但时间不够了 刚才这一刀 其实再往前慢一步 感觉就够了 真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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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震慑真的是 梦碎月亮盒 可以吧 确实今天我觉得 GG 怎么说呢 有的时候震慑这个东西 你说这把 是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纯粹就是冬玄的 一个 冬玄打得好 纯粹就是冬玄打得好 那波神来之笔的前傭兵过来气球刀 真的就是那个气球刀 压制住了这边病患的一个走位 转个圈圈 转个圈圈 你看我们可以看到巴师傅这边也是 并没有露出 因为强队之间交手嘛 总会有输有赢 是一种 惺惺相惜的感觉 也是恭喜斗舞 大魔王今天在最后一把 红夫人四抓 上戏这边躲了一波 确实上一把的话 我觉得斗舞这边 出现了一个机会 给到了鸡鸡 但是东玄说没关系 我来 我们期待今天的决赛